屏東縣來一鄉的山頭 隨處可見伶俐的台電高壓電塔 台電當初新建時並未取得當地部落族人的同意 而且直到民國90年才以一年一平方公尺 1500元的價格補償地主 地主不僅土地被占用 電塔下甚至也不敢種植作物 認為這樣的補償辦法太欺負人 於是為請原轉會委員出面與台電協商 從年開始架設 高壓電的機座之時至今 已經多少年來的所持的長度 而計算的補償 應該歸到 當時他們的土地是做什麼樣的使用 這邊原住民鄉本身可能就是開發受限 所以本身算一算其實 他算出來我們這邊大概一平方公尺 大概是250塊錢 就是我們這個吳家師做的報道 然後就像之前 反應說要把水資算進去 我們也都請吳家師去補了 請吳出來了這樣 大概513塊一平方公尺 台電高壓電塔最早新建的EP 是在民國72年 來一箱總共有149筆土地 被電塔和纜線占用 台電除了沒有追溯民國90年以前的補償 還要求必須持有土地所有權壯的地主 才能申請補償 讓地主無法接受 有一家是我親戚的那個土地 有駕車幫忙給他 可是他們領出來的補償 不是這樣 不是這樣子算 你們這樣算 我們就得才 也是沒有贏到他們的一半 那你把那塊錢那個 我那塊土地的那個塔 拆掉好了嗎 翻籤了 我們一直在強調我們原住民的土地 跟一般的土地有一點點不一樣 這個原先我們的土地是代替傳下來的一個土地 所以我們的使用 為什麼當時沒有那麼早去登記這個所有錢 那當時政府根本就沒有去處理這個事情 協商最後台電代表仍然堅持現行的補償辦法 地主們則再次提出訴求 第一補償金額提高到一平方公尺三千元 第二必須追溯民國九十年以前的補償 第三不要限制補償對象 必須持有土地所有權壯 如果台電不接受地主們將會提高 並有後續的抗爭行動 原始新聞巴朗評論來義 聽不懂